整排老屋门窗都长满铁锈 周遮荒凉人烟稀少 在内湖这样的地方还出现了四平租屋 拥挤的套房 只塞得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晒衣架 仔细看床几乎就是睡在厕所门口 空间超窄 杂物堆到不够放 冰箱甚至还得直接摆进厕所里 不少人看到都直呼 这根本就是香港汤房 因为一个月租金还要6000块 可是我自己不敢住 很小而且就是感觉拥挤 然后附近又没有交通工具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干净一点 所以应该是不会住 不少网友就担心洗澡时会不会直接触电 但实际制电房仲后 这间套房早在13号就已经出租 大台北奇葩套房还不止这户 在拉帘后的房间你敢住吗 这是在台北市士林区的雅房 房间内只有一张单人床跟桌子 因为位于地下室上厕所要走到一楼 想要洗澡跟洗衣服要走到六楼才能办到 五坪的大小一个月租金就要4500元 如果是一些一线的城市甚至上是首都 可能都会有在这个租金价码上面 来到一个比较高的水位 那一般的民众如果要去着重于 总租金上面的可以负担的情形 就会去必须可能就会牺牲到 他的这个居住的频处 就会产生说一些小宅化的情形 租金不止贵 乌况状况又差 再次见证台北真是巨大不易 东森财经新闻 毛招品 蔡新佩台北报道